你的理由 我很满意我自己 盛开吧 开吧 开吧 让我清晰的思念 学美刷抖音发现一个超漂亮的妹妹 那什么就是她啊 就是她吧 小姐你今天是不是没化妆呀 没有 我就打了个底词 是不太会化的 那我们一会儿去给你化个妆 我们去拍樱花 用三个词希望自己 你会怎么是形容自己的 第一个是社孔吧 第二个是妈宝 我上学也是选择留在南京上 因为可以每周都回家 还有个词是 就比较懒惰 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有做什么不好的经历吗 拍一个游戏的口播 然后第一遍录完之后她说第二遍换个衣服录 就是女仆装不正经的那种 然后我当时就拒绝我就走掉了 你被吓到吗 有 挺恐怖的 涂鼻衣不应该用高光吗 高光 这样鼻衣就变大了 所以这边应该用修容收一下 之前化妆师给我画的时候 我还用高光自己补一下 然后再眼睛下眼 我现在看是有点重的 然后再浅色的眼影去扫一下 看 这是不是就有妈生卧残的感觉了 你觉得自己是异性人比较好 还是同性人比较好吗 现在是同性我觉得 因为有男朋友了 所以就不太跟异性交流 之前有很好的一星朋友现在不联系了 断练 直接 他不让你联系 然后我也不让他联系 互相伤害一下 就是不能双标都要这样 盛开吧 开吧 开吧 让我清晰的思念吧 从初见很高爱的 对吧 对 对